帶來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這邊 這邊 這個方向 這方向有一個 你們看到有一個 好像神廟的標誌 然後這個要12點 當這個洞呢 剛好到神廟的標誌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要這邊升一把火 像這個時候 我就要來升一把火 沒辦法著火誒 沒關係我還有 這樣 在12點的時候 讓這個地方著火 就會出來一個神廟 這樣 這是我們今天集的第三個神廟 我現在在哪邊呢 我現在在這個地方 在鳥人村落 在這邊 在鳥人村落的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 你們會看到有一個很像 這樣子 很像神廟的標誌 然後等到這個陽光呢 剛好照到這個標誌的時候 大概在中午12點的時候 你就在這邊升一個火 然後神廟就會跑出來了 有沒有進入神廟 去寫神廟 好 那今天我們兩個神廟 都是沒有怎麼解 就是直接進去就可以拿寶箱了 那這個呢 就是真的要解神廟 算是我們今天第一個解的是真的 完完整整的一個神廟 這個神廟叫Canon 就是大炮 這樣子 那在解之前呢 你先要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可以把它炸掉 裡面有個寶箱 然後裡面有個弓 就把這個弓拿走以後 然後我們就來 啟用第一個大炮 所以我把這個炸彈拿著 把它放進來 然後那邊有一顆球 黃色的球 然後第一發的時候 球會噴出去 會啟動這個開關 這樣 就是開關 然後就開始啟動 所以呢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這個球 在這個這麼多的阻礙之中 打到那個機關裡面 所以 看起來是很簡單啦 就時間要抓對就對了 比方說 這個時候 啪 失敗 再來一次 這樣 就成功了 多試幾次 我才試兩次就成功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過關了 我在過關之前呢 你可以這樣就過關了 拿到一個Spring off 哈囉 如果我們現在就解另外一個 大炮 這個邊 另外一個關卡在這裡 那還是一樣 就把球丟進來 把炸彈球丟進來 把炸彈球丟進來 那這個是連 這個 目標也會移動喔 這樣子 所以就要抓準時間 讓這個球打中目標 不是很簡單的一件事啦 所以失敗了 再來一次 我也是試兩次就成功了 並不難 這個 關卡 要進來 怎麼樣進來就比較難一點 你要知道 這要中午十二點的時候 在上面生火 才能進來 我們拿到一個鑽石 這樣我們就過關了 喔 有三圈忍獸力的感覺真好 我要一直跑步 跑去拿Spring off 喔 好的